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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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疹 什么是麻疹 它其实是传染性最强的人类的病毒性传染病之一 那在我们已经可以 在我们讲得出来的传染病里面 其实麻疹 虽然我们已经看不到什么麻疹病人 但是麻疹的传染性是最强的 它每一个人 如果是没有 就是没打疫苗之前 每个人都 假设都没有免疫力 它每一个人其实可以传播给20个人 每一个感染的病人可以传给20个人 那这个数字让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是流感的话 大概是1到3个人 然后如果是什么伊波拉 西非伊波拉 这次疫情听起来很大很可怕 传染了2万多个人 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数字 我们就叫做阿灵 大概也是在1点几左右 到2之间而已 所以实际上麻疹虽然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病 但是它一旦出现的话 它的传染力其实是非常的强 那就是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1963年 就是疫苗还没开始使用之前 其实麻疹基本上是大家都 就是小朋友大概都会 我们就叫出屁 就是麻疹 大部分小朋友都会得过 所以你如果去问我们老一辈的人家 就是1963年算起来大概 可能50岁以上的老 50岁 是50岁以上的老人家 你去问他们 其实小时候都还是看了 就是附近 甚至他们自己可能就得过麻疹 他们都还是有经历过麻疹 是在台湾非常盛行的那个时代 然后他们通常就是小朋友 他们就会觉得 反正麻疹出完就好了 所以那个出麻疹是一个 儿童必经的历程 所以超过99%的人 其实在你长大的之前都会被感染 大概10岁以前都 就是几乎都会被感染过麻疹 然后每个人一生中几乎都会有 那这个大概现在很难想象的 我们现在大概只要看到一个麻疹病人 我们就是 那个老师会带学生说 那个这边有一个麻疹病人 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 你就是大家我也过来看 主治医师就是要来教你一下 这个我10年来终于看到一个 然后那个朱元医师 你赶快把握机会 就是一定要来认识一下 这个麻疹病人会是什么样子 不然你可能这辈子 连一个麻疹病人都看不到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差别 其实是非常的大 在还没有使用疫苗之前 其实像这样子高传染力的病 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感染过 所以其实每年大概估计 至少全世界至少1亿个病例 那一旦感染的人多 不管他死亡率高 死亡率低 其实都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亡 所以一年是可以造成600万人的死亡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但是在自从我们使用过疫苗之后 就是在开发中 在许多地方 尤其是这个已开发国家 像是台湾这样子 就是整个卫生政策都十分进步的地方 其实我们的病例已经减少了99%以上 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完全看不到麻疹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其实搞不好近10年来的住院医师 就是我们刚才课训练里面 有看过麻疹的人 搞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一半 那每年 但是每年还是有大概3000万名的病例 跟50万人的死亡 就是已经大幅的下降 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 因为就是你把这个scale 放到全世界来看 就是还是会 它还是一个蛮大的威胁 大部分在非洲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整个医疗工卫系统 还有疫苗的普及程度 其实远远没有台湾这么好 那像麻疹这么穿力这么高的疾病 其实你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做好 它就很容易传染给全部的人 那就自然还是会造成很多的病例跟死亡 麻疹的话 它的生物特性主要是 它是麻疹病毒 RNA病毒 这些大概大家看过就好了 很单纯 它就一个单一血清醒就一种 就是麻疹病毒 它的特色是 人类是唯一的宿主 就是说 虽然可能有其他的报告 就是说可能有 其他动物有可能会感染麻疹 但基本上是不太会致病 那也不会就是在那个动物的群体里面去传染下去 所以基本上麻疹就是只会对付人 它就是人的唯一宿主 那等一下会提到这个特性到底为什么重要 那它的传染途径是可以经过空气飞沫 病人口末 咽喉分泌物传染 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它会经过空气传染 现在会 现在我们已经证实就是会空气传染的病 大概就是三个 麻疹 肺结核 跟水痘有可能 那空气传染到底为什么比较麻烦 大家知道空气传染跟飞沫传染的差别在哪里吗 对啊 距离嘛 主要是飞沫它是比较大的颗粒 所以它能够飞沫能够飘散的范围没那么广 可能还是大概在一到三公尺的范围内 如果空气传染的话就是它可以 它是非常小的颗粒 它其实你就是 你咳嗽产生了非常小的那个粒子之后 它可以一直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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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病毒飘到很远 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房间的一脚咳嗽 搞不好到另外一边也都 就是那个病毒是可以飘到另外一边去感染人的 那再加上麻疹又是一个传染力非常强的病 所以空气传染加上那个感染力非常高 所以它的那个整个就是 散步的机会就会非常快非常广 所以它是已知最具传染力的疾病之一 好发于冬末春末 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呼吸道的传染病 大部分都还是在 就是冬末春季这种时候会比较好发 那这个是麻疹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简单的图示 麻疹大概会变什么样子 就是你会出疹子 全身上下出疹子 那当然它临床 我们会教它的疹子有什么样的特色 那另外一个是 它在它一开始的那个症状刚出现的时候 它通常会是先咳嗽流鼻水 然后会有结末炎 就是它一开始不是先用出疹的表现 你会先咳嗽流鼻水有点像感冒 然后眼睛会红 有时候会有结末炎 那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叫3C 那个contentivitis结末炎 corina流鼻水 跟另外一个那个 cove咳嗽就叫3C 那这边没有画出来是另外一个 临床上我们有时候会讲的 就是麻疹的特色是 嘴巴在脸颊这边可能会有白色的斑点 我们叫科室斑这都是麻疹临床上可能会有问题 那这三个症状出现之后 大概再过几天才会开始全身出疹 所以当一开始有这些症状 典型的3C症状 然后在全身出疹的时候 我们就会通常就这个到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到 其实这个病人有可能是麻疹 只是因为大部分的台湾的医生 其实都已经很少遇到这个麻疹病人 那一开始不典型的时候 甚至到后面出疹的时候 有人可能会想到的是其他的出疹性疾病 而不见得一开始就会想到麻疹 所以其实当麻疹病人减少之后 虽然他的病程跟他的那个整个症状 其实还算是蛮有特色的 但是其实还是很容易被大家忘掉 就是说不记得有可能会想到这个病人是麻疹 那传染力极高 那严重的时候会全身留下这个痕迹 就是那个 他那个疹子 其实全身出满疹子之后 有的时候会色素沉淀 所以你在以前就是麻疹很盛行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看到有人小时候得了麻疹长大 就是全身都是一块一块 就是色素沉淀的疹子 那个就是 那你就知道他其实就是 小时候麻疹重症的表现 那预防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考虑打疫苗 现在的疫苗政策就是 在一岁的时候 一岁就是十二个月到十五个月打 一岁到一岁三个月的时候打第一剂 然后在小学之前就是四到五岁的时候 我们会再补打一剂 总共是两剂的疫苗来施打 那这个是让大家看一下麻疹的疹子 就是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全身都会出 然后就是这样细细一块一块的 这个大概现在大家很少遇到病是诊子会全身处诊这样子的 它的治疗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疗 我们大概没有听说什么抗病毒药物是专门针对麻疹 所以它没有什么药物可以使用 所以当你得到麻疹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支持性疗法 还有避免产生病发症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赶快住院观察 然后就是出现什么问题 就是赶快对症下药 那主要是针对它就是冰奶酱挡水来吐烟 针对它的额外产生的问题来做治疗 那有的之前有提过有的地方是有做实验去提过 就是说如果额外给予就是维他命A的那个补充疗法的话 其实可以有效降低他麻疹的重症发生率跟死亡率 那这个是在开发中国家有的时候就是麻疹还是很盛行的时候 我们就是还是需要 常常会需要治疗麻疹病人的时候 就是会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方法 那大概有5到10%的病人会因为细菌或病毒的 就是二次感染的产生病发症 那最常见的大概就是中额炎肺炎脑炎 那真正严重的其实就是在这些病发症 然后脑炎这些都可能会就是造成严重的那个后遗症 甚至是死亡 死亡率最高可以达到4% 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什么麻疹病人 但是并不代表他就是他已经没那么可怕了 如果你得到麻疹或者是很不幸地爆发一个麻疹的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机会会造成就是病人的死亡 甚至是一些后遗症的产生 他还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个病毒性感染病 那在我们的法定传染病规范里面 它是属于第二类 第二类基本上就是算是蛮重要的那个法定传染病 临床条件就是出疹发烧 然后有伴随着刚才提到的三个典型症状 咳嗽流鼻水 结末炎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3C 那检验条件的话就是希望分离出 鉴定或分离出麻疹病毒 那核酸检测阳性就是说PCR 就是你的血液尿液PCR检测出来有麻疹病毒 PCR是阳性 或者是血清抗体检测阳性就是麻疹 我们通常就是IGM阳性 或者是急性期跟恢复期的血清就是我们有 那个层队的血清是有显著的上升 我们就来判断 在实物上我们就是用这些方法来判断就是有这个病人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麻疹的病人这样子 那流行病学条件就会说就是你有曾经到过麻疹流行地区 或者是曾经跟确定的病例有接触 就是一些流行病学上的条件 那只要符合临床条件两项 或者是临床条件第一项跟就是有出疹发烧 然后你有流行病学条件的话 其实就应该要考虑通报这个病人 有可能是麻疹的病人 那因为是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 算是比较重要的法定传染病 其实是在24小时你就应该要进行通报 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就是 在第一时间就是公威要介入去做接触者调查 然后想办法抑制这个后续群聚的产生 等一下会再提到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好 那病例定义的部分这个大家就简单参考一下就好了 符合临床条件的话可能就是可能 那符合更多条件就是极可能 当然确定病例就是临床条件跟检验条件都符合 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把它判成是确定病例 那如果只有符合临床条件 但是流行病学条件强烈的吻合 虽然好像他又没有证明他有接种过麻疹的疫苗 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免疫力的话 那其实我们也有可能会考虑 把它判成是确定的病例这样 那刚才提到麻疹其实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 那它的传染力又很高 所以我们大概不太可能 而且又有一定的机会会让病人产生病发症 甚至是死亡 所以我们在针对麻疹的控制策略上 大概不太可能就是说 我们就让他全部人都感染也没关系 那感染后再治疗 治疗不要病人治得好就好 大概不太可能这样 我们还是会希望像这样的病 就是尽量能够做到预防 就是希望在他大规模的去散布 传染病人之前 就能够把它阻挡下来去预防他 所以我们会希望这件事情能够 就是能够事先做到预防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药物可以做预防 那所以我们其实真正能够预防麻疹的 其实最好用的武器就是疫苗 这个大家大概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大家从小到大就是 就是应该就是被教育就是 我们就是公费疫苗里面有麻疹疫苗 那大家就是要照时间乖乖的去打麻疹疫苗 那为什么 这个时候就要提到 那为什么麻疹 为什么疫苗会 就是会有 会对阻绝一个疾病的传染有效 那这个就是提到一个 那个群体免疫的观念 我们会说一个病人 他要想办法去传给下一个病人 就是那个疾病的传布就是一个病人去传给下一个病人 但是呢 这个假设是 这里刚好有20个人 这里有一个病人 那如果是麻疹的话 这边的人如果全部都有 全部都没有免疫力的话 其实你就 这个一个红色的病人 其实就是接下来19个病人 理论上全部都会被感染嘛 因为它的感染力就是一个人可以传给最多可以到20个人 但是呢 如果有一个人 他其实 就是如果我们其实可以让大部分的人 就是通通变成有免疫力的 就是像这样白色的 那你就会感觉你自己 虽然你自己是没有免疫力的 我可能没有打麻疹疫苗 我年纪太小 或者是我不想打疫苗 我没有打 我没有打麻疹疫苗 我没有免疫力 但是因为其他的全部18个人都已经有免疫力了 他可能得过麻疹 或者是他打过疫苗 所以他会形成一个 就是像城墙一样把你隔绝起来的干净环境 这些18个人全部都没有 都有免疫力 他会 这个人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感染这个人 感染这个人 再感染 然后再感染给你 这个就是一个 简单的图示群体免疫的概念 如果大家 如果有 如果人群中能够有一定程度 比例以上的人 去获得免疫力的话 其实这个病就没有机会传下去 所以 那我们现在反过来想 如果我要让这一个人 不会传给下一个人的话 其实我需要多少人是免疫的 那其实 这个就是关系到刚才提到的 那个阿灵系数 那就是说 如果这个 比如说麻疹是1可以传给 20个人好了 那你就是 那假设有一个 如果我可以让19个人都免疫 其他的18个人都免疫的话 就是 这 病人以外的19个人里面 有18个人都已经是免疫的话 其实我就不会有机会再传给下一个 下一个人 就是说阿灵会小于1 所以我们其实会算起来就是说 我们会18除以19算起来的比例 大概就是94.7% 就是说如果我可以让这个群体里面 95%的人都有免疫力 都对麻疹有免疫力 其实就能够有效地阻绝麻疹的感染 那这个就是疫苗政策最核心的思想 就是希望大家都有达到一定程度以上的免疫力 然后达到群体免疫 那麻疹就不会继续传下去 那当然相对来说就是传染力越高的人 你就会需要越多的人去免疫 所以像麻疹一个人可以传给20个的话 它你疫苗就是要达到90% 甚至是95%以上 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这就是等一下会一直强调的部分 好 那如果你成功地达到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疫苗政策 它到底就能够推行下去 让很多人都能够打疫苗的话 它到底能够有多有效 这个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我们的理想是这样 就是当你疫苗接种率低的时候 其实你每年就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人 就是都还是维持着 就是对麻疹没有免疫力 所以你可能每2到3年就会流行 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说 是在麻疹出现前的时代 大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每年可以有几亿人 1亿人被感染的那个时代 2到3年就会来 就是人被感染的人很多 那2到3年就会来一次大流行 但是如果我们的麻疹接种率开始提高 中置高 其实它的那个 那个就是会爆发流行 不仅它的盛行率会开始下降 它会爆发流行的那个时间也会开始拉长 它会变成就是可能5到10年才大流行一次 因为你已经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有 就是免疫力了 那你就是要累积到够多的人 可以爆发流行的时候 那个时间就是会拉长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说 我们就是可以开始用 就等于是一个Mesos Control 是一个用疫苗可以控制麻疹发生的那个年代 那等到就是我们疫苗的那个接种率更高的时候 那甚至你连这样子的一个大流行可能都看不到了 因为就是我们的那个抑感宿主的人数 就是有没有免疫力的人数 就是一直压在一个很低的很低的数目下面 那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让它爆发大流行 那盛行率其实也会慢慢地降低 低到一个很可怕就是很低的程度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 有可能可以是一个麻疹 Elimination 就是麻疹消除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透过疫苗 让产生的免疫力 让麻疹的病人 那麻疹病毒在人群中的流窜 被压低到一个非常非常低的门槛以下 所以它不会爆发流行 那就算偶尔还是会有一个病人跳进来 比如说有一个麻疹病人 台湾现在没有什么本土的麻疹病人 但是有可能外国来一个麻疹病人跳进台湾 但是还是不会爆发大规模流行 因为我们的群体免疫就是效果非常的好 那它没有办法再传给 就是有效地再传染给下一个人 好 那这个是WHO的一个报告 实际上大家看一下就是 那个有麻疹疫苗之后 就是整个那个麻疹的死亡 就是死亡人数跟死亡率的改变差多少 这条虚线是就是如果没有疫苗的时候 那个每年麻疹的死亡率可能就是都差不多 然后就是高高低低 那能够死亡人数可能就是数以百万计 但是这条是说 实现是那个我们现在已经有疫苗的时代 然后去估出来的那个死亡率 可以发现就是随着疫苗持续的施打 从2000年到2004年 这个估计的死亡的数字其实是逐步的下降 那那个灰线的部分是它 因为它是一个估计 用统计想办法去估计 它有一个95%信赖区间 但是不管怎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就是持续的向下 那所以中间的这个gap 其实就是你 等于是你用疫苗这个政策 可以去预防的死亡的人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数其实是非常的 那个差别是非常的大 那根据他们的算法 其实从就是有疫苗到现在 从2000年到2014年 其实这个麻疹的死亡病例 因为有这个疫苗政策的持续推动 是已经可以降低近8成 就是这边这8成全部都是 因为你有疫苗政策持续推动 所以降低了死亡人数 那这里有提到 这个是那个美国人的另外一个估计 就是从2000年到2008年 其实那个估计的死亡人数 是这样就是持续的下降 但是它这篇文章 是在2008年的时候发布的 所以前面的资料 是它根据现实的资料算出来的 但是它有特别去算 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 就是这个疫苗政策持续推行下去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 那所以它画出两个罢 后面是两个罢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条罢是 后来又回升 为什么 因为这条罢是说就是 那个最糟的情况下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疫苗政策 没有办法持续的推动 或者是说就是比如说 非洲还是一直都没有钱打疫苗 那那个疫苗的那个接种率 一直没有办法持续的上升的话 那其实是有可能因为 就是我们疫苗的那个涵盖率 迟迟没有上升 那每年就是那个 就是有可能会被麻疹感染的病人 人数是会慢慢地累积 那你就可能会造成 就是麻疹的疫情其实是会回升 那比较好的状况就是说 如果你都还能够维持现状 就是说你的疫苗政策 那施打人数 然后想办法去增加它那个涵盖率的话 是可以一直维持在现在这么认真的状况下 那可以看到就是大概可以压底在差不多的level 就是白色这条8 所以这个也暗示我们 如果我们的疫苗政策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前面获得的成果其实是有可能全部还回去的 那我们要必须要一直一直投入这个疫苗政策的努力 就是你要一直想办法有疫苗 花钱买疫苗 然后花人力去想办法让很多人可以打到疫苗 你才有办法去维持你这个疫苗政策的成果 所以它其实不是那么的简单说 其实我知道有全部人有打过疫苗 那这个病就会消失 然后就从此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这个问题 要维持这个努力其实需要很多 就是要一直一直维持持续下去 那这个是台湾的data 台湾的麻疹病人可以看到在1988年 1989年的时候还曾经爆发过一次超大的流行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MV1就是麻疹第一剂的 那个这个时候接种率大概还只有在8成左右 但是随着它的那个疫苗的接种率上升到90以上 其实看到我们就是麻疹的病人就是下降到几乎看不到 到现在每年其实是不超过30个麻疹病人 就是我们几乎看不到麻疹病人 那然后我们的那个疫苗的coverage 其实是已经可以上升到就是97、98% 那甚至是第二剂就是第二剂的麻疹那个疫苗 其实涵盖率也都是到90%以上 所以后面这一段就是持续的有这么高的那个 疫苗接种完成率 其实可以看到对于麻疹病人的预防是非常的有效 那这个是不过因为就是我们国内的麻疹病人 其实都全部这样被压下来了嘛 就是你已经看不到什么麻疹病人了 所以其实我们最近这几年来的麻疹病人的趋势 也因为这样开始有一些改变了 就是发现我们不再是以本土的麻疹病人为主 就是台湾相对来讲已经是一个没有麻疹病毒的地方 但是呢因为我们跟东南亚国家 比如说或者是我们对岸的友邦 就是我们对岸的朋友 他们还是很多麻疹病人 然后这些人来我们这边就是 就是来到台湾之后他就有可能把麻疹病毒带进来 那成为这是在台湾的境外移入病人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灰色的吧 就是每年的境外移入的病人 大概都维持在差不多的level 那甚至到2014年是有上升一点 因为反正会来台湾的人就是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我们主要的病人会慢慢转变成 以境外移入的个案为主 那但是呢然后我们看到剩下的其他的病人 就是橘色这条吧 他不是境外移入的病人 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外国人 但是他是在台湾因为 就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境外移入的病人 或者是就是在这个境外移入的病人 如果有在台湾造成疫情的话被感染的病人 可以发现就是还是比例有时候会串高 因为像在2009年跟2011年的时候 就是有出现那个就是境外移入的病人造成群聚 所以就是造成了就是非境外移入的病例 就是显著的上升 那不过大部分大致上来讲 大概在2011年以后 就是我们的那个麻疹发生率 其实都已经低到百万人以下 就是这个这条线在这边 其实我们的发生率都已经低到 就是每百万人有一人的发生率以下 所以其实是已经就是降到非常低 已经达到就是我们可以说是符合麻疹消除需要有的标准 那回头来看我们这10年来的麻疹发生率 就会发现其实大部分感染的病人是出现在1岁以下 那为什么大部分会出现在1岁以下 因为我们麻疹的那个疫苗是1岁才打 所以你 然后妈妈如果有麻疹抗体 有可能会传一些给小朋友 就是透过台盘传一些给小朋友 但是那个通常在6到9个月的时候就会消失 所以6个月到1岁是一个空窗期 它是有可能会感染麻疹的病人 那他又没办法打疫苗所以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病人其实慢慢转变成 就是大部分被感染的都是1岁以下 因为就是这群人最容易没有对麻疹的免疫力而被感染 但是另外一个peak有可能会出现在20到29岁 那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其实暗示着我们就是疫苗的保护力其实不是终身的 所以你有可能就是在1岁的时候打了疫苗 过了十几年之后 那个疫苗的保护力慢慢地下降 但是然后你就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去 就是如果你遇到麻疹的病人 比如说你出国或者是国外境外移入的病人被你遇到 你还是有机会在这个时间点被感染 但是它的peak就没有像是完全没有免疫力的 那一个族群这么高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免疫力都会消失 那就是它顶多只会引起小规模的就是上升 就是感染发生率上升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是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说 每年从哪些地方来的那个病人 因为台湾现在麻疹其实已经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的个案为主了 那可以发现其实前三名就是中国、菲律宾跟越南 就是这三个国家其实最常输入就是麻疹的病人到我们这边 那其中我们每年的病人大概有四成 四成都是境外移入的病人 所以台湾的麻疹现在另外一个重点可能就会放在 境外移入的病人要怎么样去被侦测出来 然后你要怎么样防止这个境外移入的病人 在台湾造成麻疹的持续的感染 这里有提到那这个的话是就是每年跟那个imported associate case 就是说他不是境外移入的病人 但是他是跟境外移入的病人有关的 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台湾人 然后我被一个境外移入比如说菲律宾来的人 他有麻疹然后传染给我 那我就变成麻疹病人 然后我会被算在是imported associate 就是说我其实是一个跟境外移入有关的感染 不是本土的病例 就是说我不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一个麻疹病人 那可以发现到那个2013 大概在2007年2008年之后 我们全部的麻疹病人里面 就是跟境外移入病例有关的这个比例 其实就已经穿到百分之几乎百分之一百了 意思就是说我们几乎没有本土的病例 全部都是跟境外移入有关的 如果我们有麻疹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国外的朋友带来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会成为就是台湾 就是防治麻疹接下来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避免境外移入的病人 在我们这边造成严重的疫情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麻疹的消除 那就会回到那个疫苗政策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常常会讲的两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希望做到疾病的根除 叫eradication 或者是疾病的消除叫叫elimination 之前有人提过这两个名词吗 有 没有 好 那大家知道什么是根除 顾名思义 好 根除就是说我们要从根斩除嘛 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做到这个病就是从人类社会中消失 完全不见 那大家有印象可以举出什么例子 其实我们有做到这件事情吗 对啊 天花 所以最常举的例子就是天花 因为天花疫苗的使用 所以天花这个病毒基本上已经不在人类的群体中 就是有在流传了 它现在只存在于实验室中 所以它是一个被根除的病毒 那所以大家就会很希望就是可以仿造天花的这个成功的例子 当我们有了疫苗之后就会希望 那是不是所有有疫苗的病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根除这件事情 就是让大家都去打疫苗 然后一直打一直打 那其实它没有办法那个 就是没有办法 再没有办法继续感染人类 其实它就有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再度被 就是成为第二个被根除的病 但是实际上来讲 要做到这件事情的难度比较高 因为要根除等一下会提到有很多条件 那就是它有可能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那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消除 就是illumination 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把一个病毒 从我们的那个群体里面赶走 但是或者说做到消除 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小 那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现在麻疹的状况 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麻疹病毒 也不会再有麻疹病例 但是我们可以说麻疹的病例是降到一个非常低以下的程度 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行 那就算有就是境外移入的病人 或是哪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群聚 它的群聚也不会持续下去 不会在人群中造成就是持续性的感染 所以它是被限制在一个非常就是小的地方这样子 不会造成大规模的疫情 我们大部分能做到其实是illumination 就是消除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每个病都在做根除呢 因为我们要根除的病 我们大部分会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条件其实是要它只感染人类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个病毒不是只有感染人类的话 比如说伊波拉病毒 它可能会出现在猴子身上 或者是那个禽流感是在鸟身上 流感病毒有可能在鸟在猪身上 那我们大概就没有办法说我们要根除它 因为你可以想办法在人类群体中 你叫全部人都去打疫苗或许有机会 但你大概不太可能叫每一种有这个病毒的动物都去打疫苗 你说猪有流感也去打流感疫苗 鸟也去打 麻油也去打 全世界的动物都要打不太可能 然后像伊波拉就是它是在虫林里面的蝙蝠 猴子有可能会带这些病毒 其实它就那个病毒是一直在那个群体上存在着 它就是三不五时会跑出来干人类 你大概你就算把病毒从人类的群体中移除 大概也没有办法避免就是在从动物上面跑过来 所以我们要能够做到根除这件事情 其实最简单的第一个条件应该就是要 就是这个病其实它只干人类 那刚才有提到天花其实就符合这个条件 因为天花基本上其他人 其他动物身上没有什么天花 没有天花这个病 那我们只要处理人类的问题就好 第二个其实是要它容易被辨认 什么叫容易被辨认 这个意思是说你要找得出病人来 因为当我们就是疫苗的那个政策成功了之后 我们大概会很少看到就是就是那个病例数会大规模的下降 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说 那我们如果有群聚爆发 我们能不能就是想办法让它快速的结束 所以然后快速的就是把那个可能传案的人 就是缩减在一个很少的程度 或者是就是偶尔有一两个病人出现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很快地辨认出来这个病是什么 那所以如果有一个病 他其实生了这个病 然后你不太有可能把 不太有机会把它认出来 他就有可能在 就是你还没认出他的时候 传染给下一个人 甚至是造成比较大规模的感染 那你就很难做到根除这件事情 因为你很难去辨识出这个疾病来做 由这个疾病的人来做预防 那另外一个会提到就是 如果这个病常常有无症状感染 但是他有可能会传染给下一个人的 这种无症状感染者的话 其实你就很难做到 有机会去阻挡他 就是传染给下一个人 因为这个人他症状不明显 但是他会继续传播这个病毒 那你就很难去阻止他 就是持续地感染下一个人 那就很难去停止这个病毒 在人类群体中的传播 那另外一个是说就是 你要有办法在感染后或接种疫苗后 免疫力要持久 你不用非常持久 但至少要够持久 例如比如说那个疫苗打下去 你至少可以撑10年20年 那你维持一定的时间够久 你才有办法维持就是够多的人 都在有免疫力的状况下 那才有办法持续地让那个 我们刚才有提到那个 Hert Immunity需要的那个门槛 才能够持续地在那个门槛之上 如果你打一个疫苗 它只持续一年 只持续两年 或者是你生完这个病 其实你没有免疫力 你还会再感染这个病一次 其实你就很难有机会阻止它继续传播 那另外一个就是疾病本身的传染力 传染力越高的疾病当然是越难挡 像麻疹它的传染力很高 你的疫苗含概率一定要达到95%以上 才有机会阻止它 就是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疫苗政策就会推动得非常辛苦 因为你要让很多人打 你要花很多钱很多精力 才有办法让大家达到 让那么多人达到疫苗 那但是如果传染力低一点的疾病 可能就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那么多人达到疫苗 就有办法达到群体免疫 然后阻止它的感染 像天花的传染力就没有麻疹那么高 所以基本上天花疫苗就是 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那接下来是一些比较人为的因素 第一个是当然你要有可用的预防方式 就是你要有办法让大家免疫 就是说不会被感染 比如说你要用疫苗 或者是你要用杀虫剂 还是要用预防性用药 就是大家都吃预防性用药 就不会被感染 类似这种预防的方式 你有办法一个个去预防才有办法 没有办法预防的病就不用想说要根除了 这当然是应该很简单可以理解 第二个要合乎成本效益 很罕见的病我们大概不会想要根除它 因为你为了要根除那个病可能要花超多钱 但是你拯救的病人没有想象中多 但是像麻疹天花这种会大规模感染的人 感染病人的人就有可能会合乎成本效益 那不过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是提到就是说 当你的病人已经降到非常少的时候 那还合不合乎成本效益 这其实是疫苗政策的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说台湾一年只有30个麻疹病人的时候 那你每年还花这么多钱去打疫苗 然后想办法维持要打疫苗的人力跟系统 那还是不是一个合乎成本效益的事情 其实就很难说 所以这个是要随着就是整个流行病学的状况 来做判断的 最后一个是政治承诺 就是说大规模的疫苗政策 是一个非常耗时间而且耗人力的事情 那必须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就是组织或者是政府 有办法去持续长时间去推动这个东西 那大部分的状况下其实是没有办法 因为比如说非洲国家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 每个病都来全面施打疫苗 然后来根除或者是消除疾病 因为他们没钱没人 那你就是需要有组织愿意来投入 然后来给他们钱 然后供应他们人 你才有办法做到根除的或甚至只是小鼠都有可能 就是你就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投入 那像最近最接近可以根除的疾病 添花之后现在大概就是那个小儿麻痹 小儿麻痹病毒 那小儿麻痹病毒其实也是有赖于就是国际福伦社组织 其实他们就是有持续的投入他们的金钱跟资源 你才有办法再就是持续的去供应这些未开发国家 就是足够的疫苗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要根除一个疾病没有那么简单 天花那时候可以根除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大家可以再复制第二个成功的案例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能够做的就是消除 就是想办法让疾病就是控制在一定的无害的程度下 那如果是麻疹的话刚才有提到 其实麻疹它符合只感染人类容易被辨认 免疫力持久这几个条件 但是因为它的传染力实在是太强了 所以你如果要利用疫苗的program去 想办法达到麻疹的根除的话 其实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一件事情 大概不太可能maintain 95%以上的疫苗 永远maintain下去很难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几乎不太提到说 我们要根除麻疹 最多提到的是我们就是可以想办法消除麻疹 就是想办法让麻疹在每个地方都尽量减害到最低的程度 那要怎么达到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刚才提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疫苗的program 就是你要想办法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想办法提升你的疫苗的接种的比例 你把每个地方都要想办法提升到95%以上 因为这样才是你有办法获得群体免疫保护力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是会出现 就是散发的个案或者是群 就是比如说境外移入的人 那可能会爆发小小的群聚也不一定 那这个时候就要辅助的另外一个就是群聚的监测 跟处理containment 就是说你要想办法 第一个是你要可以很快速的发现有病人 你没有办法避免完全没有病人 但是你要可以看得出 有病人你要可以发现 那有病人你要马上第一时间可以去处理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那个 麻疹消除program的两把刀 就是最重要的两个条件就是这两个 那我们所有的努力大概基本上都是根基于这两个 等一下会提到政策其实原则都不外乎这两件事情 好 那会提到麻疹的那个全球麻疹消除的program 其实是大概在1989年的时候 就是那个世界卫生大会第一次有人提出来 就是要降低全球麻疹90%的发生率 跟95%死亡率的目标 就是话给 就是说我希望 因为麻疹就是在5岁以下的小孩被感染 其实还是他们的死亡率非常重要 就是5岁以下小朋友死亡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全球孩童的健康卫生的时候 其实就会希望能够做到降低麻疹的 这个发生率跟死亡率 那所以隔年在1990年的时候 就世界儿童高峰会的时候就有提出来 就是希望儿童疫苗 麻疹疫苗的接种完成率至少要达到90% 这个数字就是都是有根据啦 就像刚才提到的 你要能够就是维持一定的群体免疫的效果 接种率就是要到这么高 那希望能够在一开始是这样讲啦 就是希望能够在2010年的时候 那分别是在2010年的时候这样讲 就是在2005到2015年的时候可以达到分区阻绝 那个麻疹病毒散播的程度 那就是这张图我提到啦 就是全那个 WHO把全世界分成六个区啦 美洲然后欧洲然后亚洲然后亚洲然后非洲然后南亚这边 那可以发现就是中亚然后非洲 然后每个这个黑色是代表他们希望在哪一年根除麻疹 消除麻疹然后在哪一年是消除那个德国麻疹 可以发现就是其实2000年的时候的确美洲是有做到就是消除麻疹 那其他的就是希望在2012年2015年达到 但是实际上都没有真的达成啦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还没有 我们的这个区域还没有达成 所以后来在就是那个WHO的时候 就是他们又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啦 新的目标其实是把它稍微延后 就是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至少有五个区数 就刚才提到的六个 全部六个区数啦 至少五个区数 可以完成麻疹跟德国麻疹的消除目标 那实际上到底做不做得到就是我们要再看看啦 那他所采取的计划就是我刚才讲的 原则是刚才那两个嘛 实际上要做的事情就是这几件 第一个是他们建议的麻疹要施打就是打两剂 要有一剂的primary的注射 然后第二剂的booster一定要有 希望就是不仅是直打一剂 因为直打一剂那个免疫力下降可能很快 就是像我刚才那个有一张图提到的嘛 就是有可能会再爬升回来 所以原则上就是希望能够和那个疫苗的program 都是要至少两剂 然后希望能够接种完成率要在一定的比例上 然后要能够维持高群体免疫力 那第二个就是希望既然有沟通跟介入 来建立预防接种的信心 因为你要这么多人都打疫苗 九成九成五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那大家如果对预防接种没有信心 100个人知道有5个人 有10个人不想打 其实你这个疫苗的那个涵概率很快就破功了 所以就是你要这件事情要把它做好 你要想办法让大家对这个麻疹疫苗的信心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那有病人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发现并且赶快处理 所以我们要有高效能的监测系统 我们要有很好的麻疹的监测系统 然后有病人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马上去detect 侦测到 然后有疫情爆发的时候可以马上就是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可以快速的反应 控制那个疫情 控制比如说有境外移入的病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控制那个疫情 在限缩在一定的程度以下 最后当然就是要做到前面四件事情 我们就是需要一些新的手段新的武器 所以我们要推动必要的研究发展 来支持就是我们需要 就是能够做到前面四件事情 能够需要的东西这样子 那以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之前就是配合这个WHO的这个计划 其实台湾的三马一峰根除计划 也是就是推动很久了 我们的主要策略目标 其实也就不外乎这几种 会发现政策讲来讲去就是这几个啦 提高预防接种的完成率 加强监视 加强隔离跟管管控制 有病人的时候要隔离好 要管管控制要好 然后建立国际合作管道 就是台湾这个就是宣示啦 希望我们都可以跟国外的朋友一起合作 好 那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相关疫苗的 那个接种完成率 我们的做的成 我们做的效果好不好 台湾的麻疹疫苗基本上是 就是这个故事很长 然后陆陆续续其实我们光是从 一开始是在民国67年 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推动就是接种麻疹疫苗 那个时候是单纯的麻疹疫苗 就是MV 然后再想办法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 然后再调整它的时间 然后在81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实施就是 直接是打就是 ME跟MMR 就是把德国麻疹也加进来 然后在81年到83年的时候 就是 再实施第二季 就是这个 前面这个政策是第一季 为什么是说它只是第一季 因为一岁以下的小朋友有妈妈 我们通常会觉得它有妈妈的抗体 就是刚才有提到 小朋友可能会有妈妈抗体 大概是在六到九个月的时候消除 所以通常一岁以前打疫苗 我们不会觉得它是有效的疫苗 所以真正有效的麻疹疫苗的话 我们会把它算是15个月这一季 所以一直到81年之前 我们的Program 其实大部分是麻疹第一季的Program而已 那直到后面开始实施 国小学童跟国中生的Catch up的Program 就是我们在补接种第二季开始 才算是我们真正的有完整的 两季的麻疹疫苗的政策开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只打一季的效果的确没那么好 从民国七几年到七十七年七八年还是爆发大规模的流行 那后来我们开始推动就是有补接种的政策 之后都是打两季麻疹疫苗之后 其实就的确病例数是压到一定的程度以下 那中间陆陆续续有提供一些高风险族群 比如说陆武新兵 因为军人他们全部都住在一起 是一个很密集的地方 那其实它这么密集的一个族群是爆发 像麻疹这种传染病就是比较高危险的族群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有提供类似的高危险族群 就是补接种的计划 那只是后来就是随着这个风险降低 因为我们麻疹的那个盛行率就 发生率就越来越低 所以像这样的计划就不见得需要一直推行 我们就后来 后来就是就没有全部都做 那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麻疹疫苗就是大概定型大概就是在95年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之前会说就是要打9个月15个月 然后小学的时候再补接种 那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我刚才讲 9个月打的那一季 我觉得那个效果是不好的 所以不是就是不算是完整的接种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9个月还是要打 是因为这个时候麻疹的那个盛行率还很高 我大概我还是会想要想办法 虽然这个免疫力不是很完全 我还是会想要想办法去cover 6个月到12个月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还是在这个时候帮他们打了一剂 9个月的时候帮他们打了一剂疫苗 但是当然效果就没那么好 所以这些人后来都还是要在 就是这一剂是不被当做真的有打这样子 好 但是直到95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已经这个盛行率下降到非常多了 所以我们相对来说我们也觉得 6个月大到12个月大的小朋友 他接受麻疹的威胁 其实没有之前来得那么高 所以我们就把它回复到正常的 就是那个接种的program 就是一岁以后才需要打 然后就打一剂就好 然后在国小的时候再补打第二剂 那所以大概在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的麻疹的那个政策就是定型在 就是两剂的麻疹的疫苗 疫苗政策 这个就是陆陆续续一个时间走向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不同的世代可能会遇到的状况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那个疫情调查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知道的一些资讯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出生的人 可能会打到一剂或两剂的麻疹疫苗 它那个免疫力到底完不完整 那可以发现就是其实为了就是加强 一开始就是一个固定的一剂的program 那为了加强就是这个麻疹后来的那个效果 其实后来补接种啊或者是在就是在不同的年龄层 我们都有推动不同的时间 有推动不同的补接种计划 那直到后来就是把它发展成 这个时候开始发展成完整的两剂 就是一岁以后两剂的麻疹的program之后 这些补接种的计划就不需要了 然后就是虽然时间上还是有做微調 不过大致上一岁以后两剂麻疹的那个疫苗的政策 就是这时候差不多定型下来 所以目前我们的打法就是出生满一岁以后 在一岁到一岁三个月的时候打一针 然后国小一年级入学前大概四到五岁的时候再打一针 各接种然后我们使用的是MMR 就是麻疹德国麻疹然后腮腺炎的疫苗 就是一起接种这样子 好那接触者的部分 就是说如果你是就是你有接触到麻疹的病人 比如说有境外移入的朋友 然后他是麻疹病人 那我们另外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说 你可以考虑在72小时内接种MMR疫苗 然后有可能可以预防麻疹的发生 这个是在就是如果有群聚发生的时候 我们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可能会采用的接种的策略 就是让你赶快打麻疹疫苗 然后产生免疫力之后有可能可以预防麻疹的发生 因为他要一定的潜伏期嘛 那通常如果你在潜伏期到之前你身上有免疫力的话 还是有机会可以就是不要得到麻疹这样子 好那禁忌症的部分MMR 基本上这个疫苗刚才有提到60年代7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老的疫苗 那大部分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副作用 那这些经济症主要是就是一些比较general的经济症 有这些问题的人大概也都不太有办法打其他疫苗 就是你有急性的感染 我们大概不会鼓励你现在打疫苗 然后先天性免疫不全就是免疫力不好 因为这个疫苗是一个活性的减毒疫苗 它不是死菌疫苗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感染力 所以你如果免疫力不好 你有可能反而打疫苗会感染麻疹 那你就不应该打这个疫苗 你在用免疫抑制剂也是一样 就是你免疫力不好就不要用 不要打这个活菌那个减毒的疫苗 孕妇也是一样 就是说孕妇有可能会影响小朋友 所以孕妇原则上不希望你去打活性减毒的疫苗 好保护力大概95%以上有机会会产生 大概是在然后副作用的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活性减毒的疫苗 所以它会有点像是让你的身体 稍微感染麻疹的那种感觉 所以有的人比较严重的话 他其实大概5-10%的人 其实你会轻微发烧 就有点像是你轻微的感染了麻疹 那有时候的确会出现真的像感染麻疹 就是有红疹 鼻炎 咳嗽 咳嗣斑 这个我们会说是疫苗引起的就是 那个Modified麻疹的感染 那可能2-5天就结束了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合理 就是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就是打疫苗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 那这样的病人基本上他的 身上的麻疹病毒的确是有在 可能有在活动 但是那个传率也是非常的低 所以我们就是当做一个疫苗的正常过程而已 它就是一个活性检毒疫苗特有的 有可能有一个副作用的反应 好 所以刚才有提到 就是要麻疹消除 我们就是要有很高很高程度的 麻疹的疫苗的涵盖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两条线 一条是这一个MV1的coverage 从开始使用麻疹疫苗之后 1990年代以来 其实我们的coverage 一直都可以维持在9成以上 MMR2的coverage 三角形的这条线 也是从一开始引入 正式引入这个program 就是持续的都可以在9成以上 所以其实台湾是一个麻疹疫苗 打得非常好的地方 效果才会这么显著 就是不管是盛行率 还是病例数 其实都显著的下降 那当然我们每年还是持续的 有在通报麻疹病人 就是说我们这个通报 其实不但不是坏事 通报表示我们还是 对它有一定的警觉心 表示我们的监测系统 还是有在运作 所以其实维持一定的通报数量 表示我们这个监测系统 还是有在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function 并不是完全没有想要去 监测到麻疹病人这样 那可以看到这就是 台湾的那个成果 其实是非常的不错 第二个是说我们希望能够维持高的群体免疫力 那在麻疹消除的program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大家确认 就是我们有做到消除这件事情 通常会有一些indicator 有一几个指标 包括两剂的麻疹疫苗都要超过 麻疹疫苗都要超过95%的接种率 然后80%以上的流行传播都少于10个 就是说你还是有可能有小规模的感染 大概难以避免 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人是没有免疫力的 你不是百分之百 每个人都有免疫力 所以如果有境外移入的病人 搞不好你还是有下一个人被感染 但是它的传播是可以少于10例的 就是它都是非常小规模的传播 这个其实就一样了 就是境外移入的病例只导致小规模的流行 流行个案数少于100例 其实持续时间不超过3个月 这个就是一些 就是实际上我们要拿到这个证明的时候 它会去看的一些指标 以台湾来讲就是刚才那一张 其实我们的流行大概都已经不超过3个月 然后病例数你看最高的也是在2009年 曾经达到3、40个病人 之后其实全部都在10例以下 10例、20例以下 盛行率也是都在百万人分之一以下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是完全是完全有达标 那唯一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一共发生了四起院内感染事件 那就表示其实这个时候 医护人员的警戒心是有点还不够高 所以遇到麻疹病人居然会在医院 还是持续地传开来 那一共就有贡献了31名个案 那另外一个peak就是在麻祖 刚才有提到军队是一个人口密集 住很密的地方 所以这种高传染力的传染病很容易爆发流行 那这个时候就是在军队爆发了一个流行 总共感染了三个岛的部队 一共共献了21名的个案 所以就是这两年刚好各有一个大流行 共献了很多病人 其他年其实我们的流行都控制得不错 然后盛行率都在就是大家要求的标准一下 好 那如果发现就是有流行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几件 落实疫情调查 你要赶快找到感染源是什么 源头是谁 到底是境外移入呢 还是我们真的有本土病人 然后接触者是哪些 那那个环境洞穴的调查就要去知道 他有可能经过哪些地方去曝露到哪些人 这个会被强调是因为麻疹 刚才有提到他的传染力非常的高 其实你有可能跟他打个照面 他咳嗽一声你就被传染了 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 这一年有四期圆内感染事件 我们在调查的时候甚至有人 有那个病人是 比如说他是咳嗽流鼻水 因为麻疹一开始的症状是这样 然后他来到急诊 然后急诊的医生就开了给他感冒药 咳嗽药 然后他就去药局拿药 然后就回家 然后药局人就被感染了 就是他只是在窗口跟他讲话发药给他 然后没有做好适当的防护 他就被那个麻疹病人感染了 只是那样短短的接触 就有可能会被感染 所以我们会非常地仔细地去彻查 就是这个病人有可能会经过的地方 然后他可能会接触的人 那接触者追踪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两件事 第一个是卫教跟健康追踪 就是我们会希望健康监测 就是说这些接触者 都是有可能会发病的人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你一发病一定要赶快跟我说 然后我就可以赶快给你适当的 比如说住院隔离 或者是适当的治疗 或者是其他的预防方法 那还是要卫教你 就是不要到处乱跑 你不要有发病的还要到处乱跑 至少你自己要知道有发病的 就是要留在家里或乖乖就医 另外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打到麻疹疫苗的那个世代 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是高风险族群 还是你觉得 你甚至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已经 可能的确有验过 或者你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已经消退了 还是你是高危险族群 比如说是小朋友 一岁以下的小朋友 那我们可以给他暴露后预防 这一部分是可以比对你有没有打过疫苗 这个可以比对我们那个疫苗接种系统 这个好像是上礼拜的课有提到 就是他可以去查你有没有打过疫苗 确定没打过 我们可以给你 你就是没有免疫力 那我们可以给你暴露后预防 然后预防的方法就刚才提到的 72小时内施打麻疹疫苗 就是有机会可以 就是降低他的发病机会 然后发病就医注意事项 就是希望你如果真的要去看医生 发病的时候要去看医生 你要戴口罩 然后要做好适当的防护 然后要跟医生说 我有接触过麻疹的病人 因为这样医生才会比较容易去想到 你是不是有可能是得到麻疹 然后启动我们下一步的工位 应该要有的动作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很重要 不是就是要很好的教育那个接触者 要记得这些东西 才有办法去阻止这个接触者 发病之后去传给下一个人 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在社区内 大规模的就是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社区里面有一个麻疹的群聚感染的 那如果你有小朋友已经可以打疫苗了 千万要记得来打 就是还是维持着一个高强度的群聚免疫的一个概念 就是让社区整体的疫苗含概率 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程度以上 那就病人继续传下去的机会就会比较少 好 那这是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这个其实是今年的群聚 今年才刚发生的 是在台北市发生的 就是在我们最干净的一个天龙国 5月15号 5月12号 5月16号 分别从三个不同的单位 就是通报了三个疑似麻疹的个案 所以就发现我们的监视系统还是有用 大家知道麻疹病人 懂得要去通报麻疹病人 而且通报了之后 我们有第一时间反应就是 虽然他是从不同的医院通报进来 但是同时时间上聚集了同时三个病人 而且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旅游室 很有可能是本土病例 都是年轻人 都住在新北市跟台北市 然后稍作疫苗就发现 三例的工作地点 其实都在内湖的某个免税店的一楼 所以我们很快就发现了 其实在台北好像有个地方 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麻疹的群聚感染的出现 好 那我们发现案一案二案三 分别从和平振兴三军总医院 不同的医生看到不同的状况 通报出来其实蛮厉害的 三个医生都有认出来就是麻疹 然后职业是免税店店员 年龄就是刚才提到的高风险的年龄 15到29岁 搞不好免疫力已经消退的年龄 然后工作地点都是在 接种时刚好都查不到 这个年纪有可能没有达到 或者是他们就没有达 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查到 才有接种的资料 然后免税店都是免税店的工作人员 可能感染源的接触时的调查 那可以发现我们会去算他的接触期 我们通常会抓他那个出诊的时间 然后就是他出诊的前面几天 跟后面几天是有可能有那个 就是传染力的时间 然后前面的暴露期是根据他的潜伏期来算的 所以可以发现案一案二案三 他们的那个发病时间很接近 他的暴露期也很 算起来也很接近 有可能是从同一个感染源 可能是在4月20 比如说25号到5月4号 这一个期间内 有一个麻疹病人同时被 他们同时接触到他们三个人 所以造成他们三个人的感染 那他们三个调查起来都是免税店的员工 然后那个免税店 就是5楼的购物商场 然后都卖不一样的东西 购物的动线是 大家会从1楼 然后直接搭到4楼 然后就一路逛下来 然后在1楼的便利商店 就是那边是一个出口 然后就离开 所以其实逛来逛去 全部的地方都会被逛到 因为你就是一开始 路客团就是一来 就会全部带到4楼 然后就一路 你就被逼着 一定要从4楼往下逛 每一层都逛完 这应该是一个揽客的招数 所以你就是整栋 整栋其实都那个路客团 就是会去逛这个免税店的团 其实全部都会绕到 然后每层其实有一两百位的员工 其实是蛮多的 那根据疫调 其实看起来 三个个案都是本土病例 它没有什么国外的旅游室 唯一的可以发现 就是他们都在那一间店服务 好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颁表交集 刚才看他们三个 其实在不同的店服务 所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集 会不会在更衣室 茶水间 还是员工餐厅去遇到 那卫生局当时是说疫调中 不过实际上是很难找出来 有什么太大的交集 就是说你大概不会记得 跟你一起在员工餐厅吃饭的人 有过哪些 而且麻疹的那个传染力 刚才提到很高 你可能只是打菜的时候 打个照面而已 就有可能被感染 所以这个其实都很难去查出来 不过我们后续有做 按一的那个基因型别的判断 就是我们有去做它那个基因分型 可以发现它其实是跟陆克 就是大陆那边流行的 那个麻疹病毒基因型是最相近的 所以它最有可能的 我们它艳船是湖南租吧 就是在湖南那边的麻疹病毒 所以最有可能就是来免税店 参观采购的陆克团 因为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陆克团 才会比较集体带来逛的免税商店 那因为陆克团的动线就是被迫 就是一定要把四层楼都全部逛一遍 所以其实很难评估到底一到四楼 哪些人的风险最高 哪些人的风险最低 那除非你找到一个明确的地方 可以确认就是哪些地方 的确不会有可能暴露到麻疹的病人 才有办法排除 所以没办法啦 这个大概做不到 所以我们就是针对一到四楼的员工 全部都照撤做健康管理 就是等于这一间店的全部人都要 你都要想办法去跟他卫教 想办法每天打电话去问他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你有没有发烧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麻疹可能的症状 那可以发现一开始先匡的时候 按一按二按三 其实匡起来大概三百多个人接触者 这三百多个人 其实追踪起来就已经很累了 然后陆陆续续 就是这个是那个 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接触者 狂起来就可能会涵盖的范围 好 那卫生局当然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 通报 裁检 送验 要赶快确认到底是不是麻疹 接触者就是要进行卫教 然后如果那个辖区的医疗院所 就是已经有三间医院找到这些病人了 会不会有一些病人其实没有被通报出来 没有被发现 社区中其实有些病例 那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是同时大规模的就是跟全部人说 全部的医院说我们最近有出现麻疹的群聚了 那你们就是要小心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刚才有提到 对社区的小孩就是还是可以想办法进行催众 赶快去确保那个社区内的那个麻疹的涵盖率是足 麻疹疫苗的涵盖率是足够的 然后再进行调查 区管中心就是我们CDC的区管中心 当然就是跟卫生局协助一起做这些事 然后每日要监测他的健康状况 如果有任何异状就是要回报 然后请有症状的员工在家休息 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要兼亲毕业 不能让说让这个人 接触者有可能发病 但是他不要再传给下一个人 然后建立育林的女性员工就是高风险族群 如果你有考虑要生小孩的话 或者是你有机会怀孕的话 其实就是要考虑打MMR疫苗 这样你一不小心暴露到 在这个群聚中暴露到还会有一点保护 这样子 好 所以那个时候针对了这样子的一个群聚案件 有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个是说像免税店员 旅游团 导游领队这些 其实因为你常常会去跟国外的人做接触 或者是陆客团很多 大陆的麻疹病人还是很多 你还是有机会遇到境外遇入的病人 这些人其实相对来讲 搞不好是一个高风险的族群 因为台湾已经没有麻疹的病人了 但是你如果是跟国外的频繁的接触 反而是会从国外的朋友那边得到麻疹 所以可以考虑 但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所以其实可以考虑 不一定是公费疫苗 反正我们还是可以给出这样的建议 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族群 其实搞不好你还是高风险族群 那你可以考虑自费不接种那个麻疹的疫苗 那针对接触者的话 我们就是建议要施大补接种疫苗 然后以防止疫情的发生 就刚才有提到亡羊补牢的疫苗的策略 那另外一个是说 这三个年纪相仿 其实他应该要打过疫苗 虽然那个 逆时上没有查到接种的那个记录 但是也有可能是没有登记到而已 那所以他搞不好是打了之后 那个抵抗力消失了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针对这个 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调查 是可以考虑的 好 那最后一个是说 刚才有提到接触者的匡列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像刚才提到的 你刚才那个购物商场 一堆人 然后你很难去界定到底 谁跟谁是接触者 谁跟谁有接触什么的 那这些空间 是不是全部都要化成接触者 其实他那个原则 在当初这个群聚事件的时候 是有造成一定的困扰 因为你又怕一下子 把全部人都框进来 你会很难做接触者的追踪 但是你又怕框太少的话 你没有办法找到接触者 然后适时地对他们做处理 那有可能会在你没有抓到的地方 就是出现病例 这样就很麻烦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后续 我们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那果不其然 一个礼拜后又冒出新的病人 就从暗1暗2暗3 变成暗1暗7 而且因为这些人已经有一些 他的可曝陆期 是跟前面的人的可传暗期 是有重叠的 所以你大概很难去界定 他是在可曝陆期的前面 接触到跟前面的人 同一个感染源 还是其实这三个人 是接触到暗1暗2或暗3 还是暗4这几个人传给他的 大概很难发现 所以你没有办法排除 他已经出现第二波的疫情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 那个群聚的控制 好像还是没有做的 第一时间做得非常好 还是持续有病人出现 而且甚至我们会担心 有第二波疫情出现 那接触者追踪 你看到了暗7的时候 就暴增到1300个人 那想说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可能只有10个 每天要找 搞不好只有 不知道有没有10个 每天要抓 要问1000个人 1300个人 你到底有没有发烧红疹 然后还要跟他说 你有生病一定要赶快来看医生 要打电话问候他这些 其实这个接触者工作 瞬间就暴增到一个 就是非常大的loading 很难负担的一个程度 那卫生局这时候就开始 陆陆续续有做其他的事情 包括一岁以下接触者 我们可以考虑直接打免疫球蛋白 因为他打疫苗效果大概不好 我们就直接打免疫球蛋白 阻断他的那个 综合那个病毒 如果他有接触到的话 然后我们就决定就是 全部人都要打MMR疫苗 就是干脆全部的人 都来补接种这个MMR疫苗 把他都当做就是没有打过 然后就是要增强他的免疫力 所以这样子就有 因为刚才有提到 打疫苗本身就是一个阻断 他继续传染下去的一个手段 所以全部人都打的话就有机会 然后但是这样一接种下来 其实也是一千多个人要打 而且不止这个员工 有些人跑去什么夜店 跑去哪里玩什么的 就是台北很多人口密集的地方 那些接触者是不是也都要继续 都要建议他们来打这个疫苗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这样打下来 可能有2000剂的疫苗要打 那又是另外一个loading 然后当然驱管中心是有另外提到一个 对外换气的频率 就是说空气传染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都关在这间房间 换气很差的话 其实就有机会被传染 所以他们是说 那个免税店的环境 其实环境卫生是 也应该要做改善 好 那另外提到的是说 其实案一到案五 全部都是就一三四次才有诊断 虽然说刚才有提到的是 三个医院都有诊断 不同医院诊断出来是蛮厉害的 但其实他们之前还是看过两三次病 那之前看过那两三次 会不会有机会传出去也很难说 其实这些都是风险 所以其实对医护人员跟 对民众 医护人员主要是要让他去想到 现在有一个麻疹的群聚 你要记得把所有的病人都要考虑 有出诊有咳嗽流鼻水的病人 都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是麻疹 然后民众的话就是要知道 自己有可能这样的症状是麻疹 所以你要想要赶快来看医生这样子 然后当然就是其他高风险住群就是 宣导他们打疫苗 就是可以补做的地方 整个群聚案件其实大部分 整个处理下来大概就是用这些方法 来想办法控制整个群聚继续流行 不过你看就是刚才提到的 虽然讲起来很简单 就是我去问接触者有哪些人 然后每个接触者我都照本宣科就跟他说 你应该要健康监测 你应该要注意麻疹有哪些症状 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有病医院要看医生 要告诉人家你是麻疹的接触者 所以我们才会赶快发现 这些都很老生常谈 但是讲的还是有人不会听 接触者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疑似症状 还是去公司上班 你明明是接触者 你已经出现疑似症状了 所以你可能发病了 你可能会传染给人 你还是要去上班 还是要去玩 还坐飞机去日本 然后而且还在日本出现症状 如果在日本有人被感染 我们就是送麻疹病人给日本人 日本的好朋友 然后出诊的时候跑去墾丁玩 出诊去上班 就不乖乖听话 这种事情还是会有 所以其实这些 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好办法 就是只能苦口婆心的 一直跟他们宣导 不过其实也是因为大家可能都 对麻疹慢慢掉以轻心 就觉得这没什么 得了也不会怎么样 其实我很少听到麻疹病例的 其实我搞不好也不会得 还是说我小时候打过疫苗 其实我的免疫力应该够 所以不用担心会得到麻疹 就痞痞这样子 那我就没办法 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这些 就是想办法加强宣导 落实自主管理 然后客观来 这个是比较主动做的 那如果没办法的话 当然就是客观来讲 就是当然还是持续打疫苗 甚至是强迫大家 就像刚才讲的 把所有接触者都抓来打疫苗 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全部人都打疫苗 你就不用担心他会再传染出去了 只是很花钱也很花人力而已 而且你还要担心打疫苗 如果有什么附作用药的人来抗议这样子 所以其实乖乖地做好接触者追踪 其实可以省很多麻烦 那个时候甚至提到说 对于不配合的员工 应该要考虑祭出那个传染病防治法 然后强制隔离什么的 不过后来是没有特别做到这件事情 那只是就是大家就知道 就是那时候其实对于这么多人被感染 这么多的接触者要追 其实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 那刚才有提到第三个就是 具备高效能的监测系统 就是说我们的监测系统 的确可以detect 出麻疹病例 那这是一些indicator 每十万人通报至少两 就是他会看你到底有没有在通报 那你通报的病例有没有完成疫调 有没有拆检 有没有分离出 有没有分离出病毒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正确的identify出 就是麻疹的病人 这个其实台湾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工卫体系非常的健全 然后实验室也 量能也还都足够 那整个设备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这部分就是都是轻易达标 所以我们的那个麻疹的根治 其实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几乎可以全部达标 那具体的策略 其实就是刚才一直在提到的 防疫 然后加强医师诊断 加强疫调 加强接触者管控 加强感控控制 然后推动疫苗接种跟补接种的作业 然后持续追踪大家群体免疫力变化的情形 其实就这两件事情 疫苗想办法让他确定疫苗含概率够 免疫力还在 然后有病人的时候就是要确定他不会扩大 所以我们其实这样听起来的话 我们从1991年开始实施这个计划 刚才那些指标目前看起来几乎都已经达标了 作业品质什么都很好 然后个案数也很少 而且都进外一路 而且那个后续传播其实是非常局限的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 就是有提出我们就是针对这三个指标 然后我们有开会做评估 然后提出我们的那个证明 而且惠中委员一致认为我们一大村消除目标 所以我们其实大家要求那个麻疹消除目标 我们理论上是已经有达标 虽然我们偶尔还是会爆发流行 但是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被认可是一个消除的 麻疹消除的地区 所以我们曾经还是送过这个文件 就是送到那个麻疹消除证明委员会那边去说 我们要申请我们要拿一张证明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虐级是有拿到根除证明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WHO 那现在要拿麻疹的消除证明就没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虽然不是WHO的会员果 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证明就是送过去 但是就没有下文了 因为我们就是WHO大概不会理 我不知道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不过当然最有可能就是我们根本不是WHO会员果 所以我们送这个东西它证明不会发给台湾地区 因为我们不被认可是一个国家 所以目前这件事情就是暂时在等回复这样子 不知道何年何月我们可以实际拿到这张证明 好 那刚才提到这个就是一个典型可以用疫苗预防的疾病 然后怎么样利用疫苗政策来达到就是全球消除的目标 那我们会做政策上就是这些事情 那这个政策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它最大的罩门会在哪里 其实就两件两件事情 刚才提到的herd immunity 我们所有那个疫苗政策的基本的概念就是 奠基于这个群体免疫的概念 那要是这个herd immunity没有呢 你有一个本来只有一个病人是可感染的 但是因为有人没打疫苗嘛 就是每一年可能有百分之五的人没有打 所以就一直累积下去 没打疫苗的人会慢慢变多 没打过疫苗的人会慢慢变多 或者是那个免疫力消除 所以你那个就是你那个抵抗力已经 疫苗引起的抵抗力免疫力已经下降了 所以你又变成sustable 就是可感性宿主 那这个人开始增多的时候 其实就有可能会 他也是有机会再传给这个人 传给这个人 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 就持续有可能会failure 这个群体免疫有可能会失效 那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 你的那个coverage下降了 你的coverage 你的疫苗的涵盖率实在太低了 或者是你的immunity winning 就是你的那个疫苗的免疫力消除了 那以麻疹疫苗来讲 它的winning of immunity 就是说它的那个免疫力下降 还没有到那么重要到那么明显 因为我们看到可能会下降 可能但是已经是十几 可能十几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它那个速度还没有那么快 如果你相对来讲 是一个五年就会下降的疫苗 可能就会这个可感性宿主 累积的速度就会变快 但是实际上麻疹这个问题 还没有那么大 它可以拖比较长一阵子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麻疹的program 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 它是一个高传染性的病毒 你要95%以上的涵盖率实在是有时候 有点没那么容易 而且很容易就破功 所以常常因为 有可能会因为这个coverage不够而中奖 那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非洲 因为非洲大概现在 接种率大概其实可能还是在八成 八成多不到九成 虽然已经很高了 比我们想象中高了 但是还是不够 但是实际上 并不是只有在非洲有这个问题 这个提到一个 这个不晓得大家之前有没有印象 这个应该是疫苗史上最有名的事件 就是有人说 MMR疫苗会跟自闭症有关系 就是你打了MMR疫苗 有可能会引起自闭症 那这听起来很可怕 就是我的小孩自闭症 自闭症没有药医 那自闭的小孩有点麻烦 要带上 要照顾什么都是一些困扰 但是 那如果打疫苗会造成自闭症 那我干嘛去打疫苗 我不要打 反正台湾也没有什么麻疹病人了 那我也没什么机会会被得 那实际上 为什么会被提出来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 这个Dr. Wakefield 这个医生 他提出来写了一篇paper 他就说 麻疹好像跟自闭症有关 那最后当然是在2009年 2010年的时候 其实他后来这篇paper被rechecked 就是说被退回 因为后来证明了这个paper是假的 这个故事是这样 就是他在1998年写了一篇paper 他就跟你说 有一个神奇的病叫做 小肠的淋巴结的增生 Nodular点状的增生 然后他有可能会跟 那个小朋友的发展disorder 发展异常有关系 然后这是这个肠胃科医师写的 也还不是小的精神科医师 是肠胃科医师写的 他叫Wakefield 这超有名的 然后只有总共一共13个人 他只研究了12个病 12个出现发展退化的小朋友 这其中有10个自闭症 然后他就说 这些人在打疫苗以后 1到14天出现这些症状 他有肠胃道的症状 后面又出现行为上的退化 所以他 然后他又去做一些什么 全身麻醉大肠切片 一大堆穿刺很多轻入性的治疗 然后他就说 我有证据显示 这些人这些检查是异常 他有可能这些地方有咽出 比如说大肠是有咽出麻疹病毒 所以他引起他的肠胃道症状 然后肠胃道的症状 我不晓得怎么连过去的 肠胃道的症状 可以引起你的神经上的 发展的异常 会引起你的小朋友发展异常 甚至导致自闭症 听起来很厉害 他就说 我们找到了一个特别的疾病 肠胃道的疾病 跟发展异常有相关 可能是跟这个 环境的trigger有关系 跟环境的触发有关 那这个叫做 自闭性肠胃结肠炎 听起来非常神奇的一个病 然后他就说 这大部分的病 都是在打MMR以后 但是基于一个科学家的 那个科学道德 他说 我们需要后续的检查 我们不能够证明 这个MMR疫苗 跟这个症状有关 这很有趣喔 这么多事情他就特别挑了 打完MMR疫苗以后出现 这个症状来讲 然后后来再来说 其实我们不能证明它有 真的有关 我们需要更多的调查 但是Paper 当然是这样写的 所以被Lancey接受了 因为你可能发现了一个MMR疫苗的 一个之前没发现的副作用 但是他Paper接受他去做一件事情 叫做召开记者会 然后说 这个是一个自闭症有可能的流行 因为MMR疫苗可能引发自闭症 所以你不应该打MMR 你打MV就好 就是Mesos vaccine就好 而且不同种类 应该要间隔施打 然后就找了八位病童的家属 这个就是台湾最喜欢做的事情 打疫苗出事 就是找八个病童来跟你说 我们的小孩都有打疫苗 而且都生病了 所以MMR疫苗有问题 我们应该要 就是不要打MMR疫苗 或者是MMR疫苗要负责任这样子 那Paper可能稍微没有 就是直接指控 但是他做了开记者会这个动作 那当然大家就发现了 那个 我们要听那个Andrew 就是Dr. Wakefield 我们要听他讲 那个他还是真正关心 小朋友健康的人 他被 他发现那个 其实打疫苗可能会引起这个自闭症 这个很麻烦 那大家那个 就是推动疫苗政策的政府当局 都没有正视这个问题 所以这篇文章一出来 记者会一开以后 其实大家对这个疫苗的信心就有点崩盘 虽然它是一个老疫苗 大家之前打了 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问题 但是你这篇Paper一出 而且是在Lenset 就是很有名的期刊上登的 那大家毕竟还是会半信半疑 就算是半信半疑 你也可能会不太敢去打这个疫苗 所以后续几十年就是 大家就在困扰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情是 后面几十年的那个研究者 都必须要想办法证明 MMR到底跟Otizen 到底跟自闭症有关还是没关 你就要花一大堆时间 花一大堆钱去做研究 那另一方面是 大家都不打疫苗 就会有后续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在Otizen这篇Paper出现之后 那个疫苗涵概率持续的下降 就一路降到可能 甚至有时候只有到六七成 然后我们就发现 就是疫苗的疫情 1996年全英国 是英国啦 全英国只有56个麻疹的病人 过了十年 暴增13倍到700多人 过了两年就暴增一倍 变成1000多人 所以你就是活生生 多了1400多个人的 就是病例出现 而且人多就会有问题嘛 我有说就是 不管你的那个病发症 比率再怎么不高 或者是死亡率再怎么不高 你只要人多 还是会出现问题嘛 700多个人就出现了 有人因为麻疹死亡 有人因为麻疹造成脑炎 造成永久后遗症 你就是额外多了三个人 本来可预防的三个 总症的病人 等到1000多个人的时候 英国这么先进的地方 也没办法 只能宣布自己 其实再度成为麻疹的流行地区 所以其实欧洲这几年 陆陆续续每个国家 其实都有在爆发麻疹的大规模疫情 包括去年德国其实也是爆发 就是最近可能是十几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 那个病人都是数以千计数以百计的 大概是在台湾很难想像 因为台湾还没有爆发疫苗恐惧潮 可以看到英国医师对MR的态度也因为这篇文章 Lensky其实是英国的期刊 他就说201年的时候问一下 百分之四 应该是四分之一的嘉医科医师 没有认为政府无法证实疫苗跟自闭症无关 所以就算你那篇paper可能是错的 其实大家还是半信半疑 因为你没有办法证实 只要有人出来指控你就要花十倍甚至百倍的力气 来证明其实没有关系 虽然随着后面慢慢 就是大家讲说这个Wakefield 那个paper是有问题的 它有一些科学证据上是有瑕疵的 信心开始回升 但是已经破坏的信心是很难再回来的 所以要等它慢慢回到该有的水准 可能还是要很长一段时间 那你看后续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英国就必须要针对500名就是诊断自闭症的孩童做研究 发现其实自闭症跟非自闭症打MMR的比率是一样的 有没有打MMR倒过来讲 有没有打MMR其实自闭症年龄也没有差别 就是说它不会让你比较早被诊断自闭症 那施打MMR的之后也没有发现小朋友有出现自闭症的相关退化症状 所以其实大规模研究是发现好像没有关系 但是已经有人说有关了 你不可能一篇paper就把它的结论推翻 所以后来全世界至少进行了20个大型的研究 就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要花钱再做20个大型的研究 cohost大体很难做要追踪很久 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又要投一大堆钱去证明这件事情 然后虽然每一个地方的研究都跟你说没有证据显示 就是MMR跟自闭症有关 而Dr. Wakefield 的结果是不可以再现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再发 没有任何一篇paper可以再现它的结果 那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只有这篇paper 做了这么多研究 只有这篇paper会说有问题 所以后来2004年就开始有人爆料 这时候已经又过了六七年 其实那个时候Dr. Wakefield 他是有收人家的钱 收某个组织的研究现金 而这个组织其实他是讨厌疫苗组织 他是不喜欢疫苗组织 所以他一直在找证据要陷害疫苗 然后这个他只研究了12个病人 这12个病人其实都是某个律师的客户 那这个律师本来就以这些客户 他本来在他手上就是因为 这些人想要想办法告那个疫苗厂商 所以其实你是把一个本来就觉得疫苗有问题的人 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偏差的取样 然后把他拿来做一个就是错误的研究这样子 那早在文章前发表九个月 其实他就有提出 他另外有一个利益冲突 他有这个MISO Single Vaccine的专利权的申请 他想要申请MV 就是MISO单一疫苗 所以他就是写说那个研究是对MMR不好 就是说你不要打综合疫苗 你应该考虑MV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疫苗 那其实他之前做的研究 那时候发表的结论是 跟他后来发表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其实没有问题 所以他其实这个结论就是一开始 跟他后来的研究是互相抵触的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真哪一个假 不知道 然后其实陆陆续续从1996年起 那个2006年这个组织也承认 其实有给钱了 超过43英镑 时薪可以达到150英镑 英镑最高可以到60 一个换60块新台币 所以时薪就是9000块 非常好赚 那这个利益冲突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跟Lancey讲 理论上你 你跟有利益冲突的人拿钱 写paper 你就是应该要讲 这样Lancey可能就会有警觉性 但是你没有讲 所以你有点是半造假半欺骗的 写了这篇paper 那2004年 剩下10名工头 工头作者受不了 他就说这个样本数过少 只有12个人 而且后来觉得的确是 资料不够 所以他们决定正式退回 而且后来强烈谴责 就是你没有跟我说 其实你有拿钱 不是说你没有把钱给我 是说我们 你没有拿钱 你就骗我们跟你一起当共同作者 好 然后后来其实陆陆续续 当然料就越报越多 实际上后来发现 有些人的自闭症症状 是比肠胃道症状早出现的 所以他的理论是错的 他的理论是说 MMR引起肠胃道症状 然后再引起神秘的神经学 那个表现 然后造成自闭症 然后有家属说他的资料被扭曲 其实有病人说 那个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对的 然后有一些症状 其实跟当时医疗幾乎是不符合的 所以那个造假的东西地方越来越多 病理科医师也出来说只有一个人有问题 其实其他人的那个puzzle是正常的 然后其他医院跟病理科医院都没有发现 跟MMR有关的证据 然后他说他有通过IRB但实际上没有 所以就整片都是谎话 所以在2010年 这时候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都已经出 那个麻疹的那个病例数都翻倍了 你才说就是这篇那个研究其实是错的 然后是完全不应该有的 然后把它就是正式撤销 到2010年正式撤销 终于这时候已经过了12年 然后世伪从来不曾在Lancey发表过 但实际上他已经发表12年了 所以这样的事情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永远是对负面的东西特别有印象 所以当你出来指控疫苗有问题的时候 就算你后来才说这个指控是错的 其实全部人都已经 就是那个错误印象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了 那你要去纠正这个错误印象要花的力气是十倍 百倍甚至是千倍 甚至像现在已经有二十几个大型研究 都已经显示 其实没有关系 它的配备被退回了 还是一堆就是那个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Google MMR 然后或者是疫苗 伤害 还是疫苗 然后自闭症什么 你就会看到其实中文的资料也很多 很多人就是仇恨疫苗组织就是会说 那个疫苗还是有可能会造成问题 例如1998年 Dr. Wakefield 有说过 自闭症可能会跟疫苗的关系之类的 这些错误的讯息 其实会一直在网路上持续的流传 因为你没有办法 每次有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跟他纠正说 其实这个后来被 后来是错的 后来其实这个是造假的paper 所以其实这个hand paper 已经流传那么久了 只要稍微有点研究 或是稍微认识MMR疫苗的人 都会知道这个故事 那其实你要撤销报导 其实这个实际影响力 维护其位 你现在去问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 什么时候Dr. Wakefield 的那个paper 正式被撤销 大概没有人知道 就是你问十个 可能有九个不知道吧 顶多就是说 嗯 好 可能那个paper是有问题 我知道 但是实际上他撤销的这件事情 正式撤销这件事情 远没有他当初的那个记者 会来的有影响力 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在欧美国家 其实陆陆续续 还是会爆发疫情 像去年在美国爆发的疫情 是在迪士尼 因为加州本身也是一个就是 被这些一堆故事误导 然后那个 vaccine 的 coverage 有点下降的地方 所以加州的那个迪士尼乐园 就爆发麻省疫情 那也是传染了五十几个人 那迪士尼乐园 刚好就是小朋友 最喜欢去的地方 所以就是在那边 造成持续的感染 那他们也是觉得 就是那个来源 有可能是 就是菲律宾来的朋友 或者是东南亚的 那个境外移入病人 但是实际上就是 美国自己的那个 疫苗接种率不够高的话 只要有境外移入的病人 就有可能会破功 好 那另外一件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另外一个可能的是 Venium Immunity 就是说 这有可能会造成 我们疫苗的保护力下降的 另外一个原因 那这个 我会举的例子是百日咳 百日咳基本上是一个细菌 它就是会咳一百天 得了以后就是会一直咳一直咳 它传染主要也是人 所以刚才有提到 只会感染人的 就是有机会可以用疫苗做预防 那传染的方式 一样是非莫传染 那常常是兄弟姐妹或爸妈 带回来给比较小的小朋友 就是说 青少年或者是成年人得到以后带回来 前复习大概九到十天 这是一些基本资料 感染的可能性的话 如果有被吸入的话 他几乎都会发病 那它的免疫力就跟麻疹不太一样 你没有办法持续终生 可以获得一阵子的免疫 但没有办法持终生 所以这就刚才提到的 你大概就没有办法靠这个做 想办法要设计根除的program 因为它的免疫力不够持久 那如果打了4剂疫苗之后 效率大概是70到90 还OK还不错 但是它其实3到5年就开始降低了 那大概之前用的疫苗 大概可以维持5到10年 所以这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如果你的immunity 其实3到5年就开始降低的话 其实你很快就会开始累积那些 那个易感宿主的数量 所以其实搞不好一定的时间内 会爆发流行也不一定 这个是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成功的一个DTP P就是Pertussis 就是那个百日咳 所以当百日咳的coverage 百日咳疫苗的coverage 持续的上升的时候 可以看到全世界的病例 的确是显著的下降 意思是说这个疫苗的program 还是非常有效 它还是可以持续的造成 就是病例出的下降 但是在欧洲可以看到 从2008年以后 虽然前面就是一路下降下来 但是慢慢的在2010年2012年 又开始往上爬 然后它的那个时间就是出现在 5到14岁跟15到24岁的这个族群 开始上升 本来就是在小朋友最高 但是它这个时候在5到12 2012年的时候在5到14岁跟15到24岁 这个族群的感染的病例数也开始上升 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 5到14岁开始 疫苗的免疫力开始会下降 所以有可能就会在这个族群中出现 新一波的流行爆发 那可以发现其他国家 像英国也是这样 2007、2008百日咳的效果 疫苗 它没有像麻疹一样被写说 那个疫苗有害 所以它的coverage还是不错 那2007年、2008年的病例数 还是很少 但是到2012年、2013年开始就上升 那这个是它的发生率 百日咳的疫苗有两种 一种是全细胞性的 就是比较传统的疫苗 它拿整支病菌去把它做成死菌的疫苗 所以那个效果就是整套 整个细菌都有嘛 所以你那个效果免疫力 可以想说就是 当然是就会比较好 因为它刺激的免疫力就比较强 那当然它的问题就是 它的那个负重也比较大 因为它比较刺激的免疫力 所以打全细胞的疫苗打在你身上的时候 比较容易会红肿 然后因为你的那个免疫反应就是比较强烈 所以很多人打的会肿一大块 或者是手不能举之类的 所以后来我们全部改成DTAP 这个A就是Acellular 就是非细胞性的 然后P是小P 就是它剂量稍微低一点 全面改成这个疫苗之后 非细胞性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把整支细菌把它杀死之后 整支细菌的尸体拿去做疫苗 它只取它最重要的三个 会引起就是免疫反应的抗原的部分来做疫苗 所以它还是可以刺激你的免疫力 但是就没那么强 应该说它的免疫反应就没那么强 但是还是有保护力还是够 算起来的保护力 一开始还是跟全细胞的保护力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局部的免疫反应没那么强 所以你副作用的比较少 所以目前全球的趋势都是改成非细胞性的疫苗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持久力好像就比较没那么久 比起全细胞性的疫苗 所以可以看到2004年打了英国改成这个疫苗之后 其实我们也就是在2011年2014年 不管是哪个年龄层 就是都出现一个peak 就是那个白日咳的疫情又出现了 然后可以看到主要两个族群就是在这两条线 蓝虚线就是小于三个月跟那个黄色的线 小于三个月是因为我们两个月的时候才会打第一剂疫苗 所以小于三个月是完全没打过的 所以是没有免疫力的人 那10到14岁为什么也会这么高呢 那其实可以猜想就是因为它的免疫力消失了 所以它跟小于三个月的人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一个没有19例 那就是如果疫苗的保护力会下降的话 其实每过几年还是有可能会产生一次的大流行 那以台湾来讲 台湾两岁以下的那个小朋友百日咳发生率 可以发现之前都很低 不过从2001年2002年之后就开始慢慢的上升 甚至到这几年的确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那如果是看各年凌晨的话 可以看到前几年还是都很低 不过两岁以上 2到4岁8到19岁 甚至5到7岁 其实不管哪个年龄层 它的那个在2010年2009年 这一阵子 其实它的发生率都是又重新往上爬升 所以其实台湾搞不好也慢慢就是迈向这一步 台湾大概也是在200 可能2005年2006年的时候 也开始陆陆续续使用这个非细胞性的疫苗 所以台湾的出现是稍微快一点 但是好像也是有这个趋势 就是百日咳重新再跑出来这样子 那以这样的群聚事件发生的情形 其实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家庭 就是刚才提到的 其实都是 因为真正没有打到疫苗 然后那个就是免疫力最差的 其实就是在六个月以下的小朋友 因为他才两个月以下是没打到 然后六个月以下可能只打一剂两剂 或是三剂 那还不是完整的接种 所以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家里已经有人是比较大的成年人 或者是十几岁的青少年 他已经没有免疫力了 感染百日咳 然后回去传染给家里面的小于一岁的小孩 所以最常见的群聚就是家庭群聚 四肢就是校园 校园就是在那种国中高中 然后全部都是十几岁 那个免疫力已经消失的族群 有可能会爆发流行 剩下有一些地方是在医院 或者是家庭托育 其实也跟家庭有点像 因为都是在类似家庭的环境 大人传染给小孩这样 那确定病例的接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台湾现在百日咳的病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接种的 有四成的病例是未接种 这些大部分就是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就是来不及打疫苗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 剩下的将近三分之一是 没有打疫苗的成人 或者是已经过保护年限 就是你距离最后一次打疫苗 已经超过五年到十年的人 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免疫力 其实这些人占了 台湾百日咳病例的已经有七成了 剩下是一些不完整接种的人 所以你如果完整接种 四到五剂以上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保护力 只是 其实这些没有 就是保护力消失 或者是还来不及接种的人 其实在台湾也是慢慢累积起来 然后其实会陆陆续续出现流行 这其实是另外一个疫苗政策上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针对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提高疫苗的接种的完成率 那想办法还是持续的 就是让这个疫苗涵盖率够高 因为不管怎样就是 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有够高的那个涵盖率 第二个是我们会考虑就是追加接种 就是说你要在特殊的族群做接种 因为不管是什么人 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五到十年都有可能会消失那个免疫力 但是我不太可能规定 就是我的公费疫苗政策不太可能规定 你是每十年一定要送你一支疫苗 就是每十年就要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要打一次疫苗 不太可能 这样子就是一路要打到六十岁也吃不消 所以针对就是一开始的小朋友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 因为最容易感染还是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的那四季疫苗完整接种还是不便 我们是在二十四六到一岁 跟一岁半的时候接种 这个疫苗政策还是不便 但是在长大的成年人 我们就是针对可能需要的人 做加强的追踪 那这个就包括孕妇 孕妮妇女 会接触小朋友的人 为什么会设计是这些族群呢 因为刚才有提到 最容易感染的会出现的问题就是 没有办法接 没有办法打疫苗的婴儿 被已经没有免疫力的人 成人感染 所以只要有办法 常常会接触到婴幼儿的人 都应该要 都应该考虑去施打这个疫苗 因为你才不会变成那个 就是可能在外面得到白日咳 然后回到家中 或回到坐月子中心 回到托育中心 或是你跟幼教老师 你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成为群聚事件的第一个感染者 然后传给其他人 孕妮妇女跟孕妇的话 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会希望 就是妈妈可以打 是因为妈妈打了以后 抗体有可能可以传给小朋友 所以我们会鼓励孕妇 在第三孕程的时候 去施打白日咳的疫苗 那你产生的抗体 就可以传给你的小朋友 那小朋友在两个月以前 就因为他两个月 才会打第一剂疫苗 至少在两个月的空窗期 是有妈妈的抗体可以做保护 所以这个是后续 就是针对追加接种 我们会做的一个设计 那当然后续还要做的事情 就是跟那个麻疹一样 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所有的 只要偶发的个案 虽然还是会出现 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要减害 就是要赶快把它找出来 然后提升这个疫调的品质 然后不要让这个群聚持续的扩大 结论 刚才用两个病 就是麻疹跟白日咳来讲 就是那个疫苗政策 可能会出现的两个做法 那这两个都是历史悠久的传染病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不管是麻疹还是白日咳 都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理想 就是你打了疫苗之后终身免疫 然后越多人打疫苗免疫力越高 然后就是随着病例的下降 这个病就从此不会出现在 我们的那个视线范围内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不会像天花一样 什么病都可以被疫苗所根除 但是不管怎样接种疫苗 是一个有效的预防策略 所以我们持续的推动 并且去微调这样的疫苗政策 什么时候要补接种 什么时候要加强接种率 什么时候要针对接触者做接种 这些疫苗政策上的微调 其实对这些疾病的防治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当然疫苗政策 会希望能够做到涵盖率最广 但是难免会漏洞 这个时候就是接触者的追踪跟调查 就是另外一个不可以忽略的重点 那当然最后就是疫苗的安全性 就是刚才提到的 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有信心去推动这个政策 那打疫苗的人也有信心就是去接种这个疫苗 我们会需要就是很好的研究来说服大家 就是这个疫苗是足够的安全 然后不要被就是一些造假的paper 就是被欺骗 然后造成就影响我们疫苗的涵盖率 这些东西还整个包括起来就是我们 就是疫苗政策上就是最重要的一些重点 好 那我今天大概就讲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